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剪刀的处理好膜种 把膜种固定在木板上 分片膜膜线 根据产品分出两个片膜或多个片膜 使产品容易脱膜 分片膜线定位在膜种的最高点 且要从不明显的结合部位走 把膜线以下的部分用油泥堆满 油泥硬度不能太大 堆的时候要贴近模种 堆好油泥后 还要均匀地打上卡扫 刻味 卡扫泥某种一公分左右 这样便于合膜 使膜具不错味 在模组上均匀地涂上脱膜剂 脱膜剂可用清洁剂或肥皂水 根据产品的结构 复杂程度 大小来选择硅胶的类型 像此某种刮纹复杂精细的产品 要用粘度小 硬度小的硅胶 这里可用工业的HY-UI5硅胶 把硅胶与固化剂按2-5%再比喻广和 搅拌均匀后抽真空 抽真空粗到-0.1兆化 这样可防止粗度的模具有气泡 影响产品的质量 如没有抽真空机 可减少固化剂的增加比率 以延长其固化时间 释放出多余的气泡 抽完真空后 把硅胶均匀地涂在磨桶上 一层硅胶的厚度小于1毫米 以能勃勃盖出磨桶和油泥为准 在第一层硅胶固化后 约15分钟刷算第二层硅胶 第二层硅胶的固化剂比率要比第一层的硅胶 硅胶固化的时间 空置在5-8分钟 刷完第二层或第三层的硅胶 待硅胶不再流动时 在硅胶上面粘贴一层纱布 在硅胶固化后 即可做石膏外磨 首先切割好准备的硬质板 间硬质板围在某种四周并固定好 不能有缝隙 然后将调好的石膏导入模具 带石膏固化后 拆除纸板 修整石膏外磨的边缘 将另一面的油泥清理干净 重复以上步骤 制作另一面的硬胶模具及石膏外磨 拆模 待外磨完全固化后 把石膏拆掉 将整个石膏外磨及硅胶模拆下来 检查硅胶模具 用剪刀修整硅胶模具 修整石膏外磨 练乱绩的黄湿 至此,硅胶模具制作完成 一般24小时后,硅胶模具可投入生产使用